本章主要分享的是 没有物业管理设计的动线 也可以说如果说在任何一个建案 它如果没有物业管理设计的考量的话 那一个东西设计出来的话 就是空间就会怪怪的 那我举几个例子 最常见的就是垃圾 垃圾储存厂的设计位置 你说垃圾储存厂设计位置 你要设计在哪里 很多人是设计在 我们所谓的停车场的最下面 那可想而知 整个停车场是会是非常臭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会去尽量坐在一个通风的地方 而且最好是一楼的地方 就是地下一楼的地方 然后再来基本上的话 那你既然有垃圾 那你垃圾指车到底是 你要垃圾是下去还是拉出来 那个人比较偏好的设计 是把垃圾车拉出来 那如果说你是车子下去的话 你也要设计在地下一楼的位置 那接着部分的话 你今天你垃圾的部分 你要注意几个重点 第一个 你要丢垃圾的人 他基本上手拿的垃圾 不喜欢喷其他地方 因为他觉得很脏 所以你要感控开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可能手油油的 手脏脏的 他在摸卡不方便 所以你必须要感控洗手 那第三个部分 你为了维持整个垃圾厂的永远干净 比较没有油污 比较不会伸张囊 你要有热水水源的设计 就是说基本上有一个电热水器 然后再来 因为你要让住户 住户是一个人 他丢垃圾了 你要让他闻不到 那你这个垃圾厂的本身 就必须要负压设计 那在温度部分的时候 你要是低温的设计 低温的设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因为低温的话 食物比较不会腐败 然后你要有抽排废气的功能 你当然又有进气的功能 那现在重点是 很多人在设计这种 所谓物业管理的部分的时候 他都是直接交回水电 那水电的话 他最方便哪里管 他就怎么拉就怎么拉 我看过很多大楼 他的废气出口 跟进气出口 形成一种短循环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那讲一句难听的 那机器都白跑的啦 反正你从这里排废气出去 那就在废气孔的旁边 那就有一个进气孔 那把我的空气是吸进去 那我请问你不是一个循环吗 难怪你厕所越来越臭 你地下室越来越脏 你为什么你的含氧度 会很差的原因就在这里 然后第五的部分的时候 你要做到所谓的垃圾量的空间计算 跟资源回收频率的计算 那像这样的东西 有完整思考的时候 你当初的时候 你在建案的部分 你就考虑进去 包括物业管理的最几个重要议题 都把它考虑进去 东线都把它想清楚 然后把频率跟维持费用都算清楚 提报给业主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未来 这一个建物 对居民来讲 或对住户来讲 就是非常具有保值价值的建物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笑力的工农作者 谢谢 谢谢